在2015年有一部神奇的动画 城下厅的蒲公英 女主拥有飞行的超能力 可却害怕走光 但从头到尾都穿着裙子不停的送福利 如此荒诞离奇的动画究竟讲了什么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故事围绕在皇室樱田家的九个孩子 每个孩子都有一个特殊能力 他们的名字分别是 西龟修走腰家会砍光 由于名字实在太多太多了 所以为了方便大家记忆 我会以他们头发颜色来命名 樱田国王是一个很和蔼的人 他的孩子没有生活在皇宫 而是一家人都生活在闹市区 目的是想让孩子们过上普通的生活 不要揽上小脏跋扈的性格 但同时 他的孩子们出现在国民的视线中 也是为了让几个孩子得到国民的主意 方便国民可以更加了解九个孩子 从而投票选举选出下一代国王 但女主红毛就特别讨厌这些摄像头 因为她每次暴露在监控下 就会脸红心跳加速 而之所以会造成这个原因 是因为小时候她用自己的超能力和小偷斗争 虽然把小偷制服了 但是朋友家的东西却都被她给砸得差不多了 事后媒体报道了几件事 红毛就此害怕被人关注 以至于她格外讨厌这些监控 她之所以同意参加选举 为了就是成为国王 然后废出所有监控的使用 红毛的超能力是重力控制 所以变相也被赋予了飞行的能力 可是每一次飞行都会担心自己群体走光 以至于闹出了无数次乌龙笑话 一路一次飞行是因为又担心自己走光 所以突然飞行失控 在险些撞到自己年龄最小的弟弟时 被大哥的瞬间移动给救了下来 可大哥因为紧张却不小心将女主的裙子给扒下 那场面简直是尴尬死的 而其实如果没有大哥的相处 小弟弟能够反应过来的话 凭借他的怪力超能力 倒是可以把红毛给走得老远 一家人基本没有任何价值 红毛更是在剧中不断地送福利 因为平日要躲的监控 所以他老是迟到 最后决定用飞行赶去学校 但却又担心走光而喂手喂脚 甚至有一天来到学校时 同学们发现红毛的下身竟然没穿裙子 一时间整个学校都知道这件休止的事情 但只有红毛一人不当回事 跟平日里的害羞完全不同 当同学们听到红毛要上楼去找姐姐时 呼呼 全体起立 上光视角即将来临 可其实红毛并不是什么都没穿啊 因为赶来上学的路上不小心刮破了裙子 以至于他换上了短裤 为了证明他特地掀起衣服 可就这初学量 我怎么都觉得问题很大 受到同学的关注 做事让红毛更加害怕被人注意 所以这对他的选举有着很大的影响 而目前最受欢迎的人就是大哥和大姐 这个温柔贤惠的大姐 有着九人当中最强的超能力 那就是绝对命令 他说一句话别人都会照做 起初觉醒这个能力他怎样都不相信 虽然班级同学真的都会听从他的安排 但大家还是决定再试验一下 所以倒霉的龙套大叔就成了大姐的实验对象 试试啊 你可不可以倒立学狗教 狗狠啊 倒立洗头都没这会玩 而叔叔最后也真的听从了大姐的请求 后来在父亲的调查下 大姐也总算确定了这个超能力的存在 不过对外他从来没有跟人提及过 正好大姐天生就拥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于是很好地用这个资质来掩盖他的超能力 虽然大姐人气跟大哥一样高 但是却对国王一点兴趣都没有 可二姐却对国王未知有些实在必得 一切都还是因为小时候他的超能力而应激的 二姐的超能力是凭空造物 不管是未来还是古代只要他想要的就没有得不到的 但代价是需要扣除银行卡的余额 幸好出生在皇室不然这超能力真的没有太大用 而小时候就是因为这个能力制造出了一座小虫暴 导致大哥的腿因此受伤 心生贵疚的二姐便想当上国王 然后利用国王的权能来研究艺术 二姐真的是病得不轻 估计只有德国骨科曾救他 因为如果能治难道父亲会看着自己儿子不管吗 这简直就是关心则乱 所有他长大后的一天 二姐险些就要被天降钢罐给砸死了 是大哥的瞬间移动能力救下了他 根据有言无声定律 这个桥段完全不感恩 可是二姐却特别生气大哥这么任性 万一又受伤了要怎么办呢 可是没想到只有大哥抱着二姐 竟然阿爸阿爸一段超级感恩的话 大致意思就是说 不管如何 我同仁大哥都会凭上姓名去保护你 这就是做哥哥该做的事情 妹妹不就应该乖乖让哥哥保护吗 哎妈呀 看到这位友情提醒下现实中的大哥 千万不要这样做啊 毕竟你对你妹妹这样做 你妹妹没报警就不错了 也幸好这部动画是有车有防腐 梅亡 所以权能还不至于到德国骨科 毕竟大哥的妹妹可不止你一个啊 可如果要说几个女孩中 权能最喜欢的 绝对是妹妹粉毛 因为她的超能力是分裂 可以制造出七个分身 分别对应其中最的性格 而其中色欲这个性格很明显 特别不对劲 而每一个分身都比本体厉害 拥有属于他们擅长的某种领域 但重要的是 你娶一个等于娶八个 这买卖会亏吗 必然是血钻啊 而粉毛色欲分身 抱着的人是老父亲的儿子子毛 他的能力是可以预知一些事情的概率 就好比你爹买菜涨价 吃方便面 没有调味包 跳广商务抢不到西味的概率 高达多少 这个能力在九个孩子中算是最积累的 一关这部动画 如果硬要说有个主线 就是大家争取国王 但是全程这个恶愣子 都没有用超人力预算出 大家当上国王的概率 主要原因是因为 他听了别人说 概率并不是绝对的事情 那你把它弄成百分之百 不就是绝对了吗 但更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紫毛 也对国王这个未知 并不感兴趣 好家伙 看到现在除了红毛和二姐 是为了做一些没用的屁事 才想当国王 其他人都一点兴趣都没 感情就国王 是不是真的没用啊 而如果说之前 大哥跟二姐 有着不一般的感情 那么紫毛和红毛两人 也有着不一般的感情 因为红毛天天穿着裙子 飞呀飞 以至于被人拍到了 一些不雅的照片 所以紫毛就很正义的 申请删除这些照片 但删除过程 却被红毛看见 结果误会的紫毛 在做一些不对劲的事 但红毛看到后 不是生气 竟是脸红 果然这一家人都不对劲 而剩下的三个孩子 就更加对国王未知不感兴趣 红毛的能力是生命控制 可以在24小时内 变成大人 然后他就用这些时间 去完成自己的偶像梦 什么国王选举一边凉快吧 剩下的就是老父亲 最小的儿子和女儿 小儿子的能力 前面提过是怪力 他也是一个特别严重的媚控 不过和他能保护的妹妹 只有小女儿一个 小女儿的特殊能力 是跟万物沟通 哪怕是死物也能交流 那小女儿也是跟小儿子 关系最好 自己没有想当国王的想法 但却想让小儿子当上国王 为此还不断帮助小儿子 可是等到了各种日常结束之后 故事的主线选举国王 也总算是到了尾声 大哥其实在跟二姐的相处中 开始有了想当国王的念头 目的是想让他不要再继续自责下去 反正九个孩子 就没有一个是基于国王 那至高无上的地位 跟宫斗巨演的是完全相反 最好得到国王未知的 则是大哥 而大姐酸人气 跟他几乎相近 但却在最后选择弃权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 他担心自己做不好国王 毕竟如果他任性起来 他的超能力 可能会带领国家毁灭 而在第十二话 有一段是 众人齐心协力 让一架时空飞机安全着落 因此要写一段 众人超能力搭配的角度 但即便编剧写了 九个孩子毁灭世界 我都信 更别说这种小打小闹的场面了 而大哥当上国王 其实是有人欢喜 有人忧 很多人一开始 都并不看好大哥当上国王 但真正高兴的 不是那些选对人的观众 而是里面一位叫花的女孩 只要大哥当上国王 大哥就答应做他男朋友 于是花为了帮助大哥 上位简直是傻费苦心了 故事到这里 基本就完结了 除了一些搞笑日常的剧情 没办法拿起来全部细说 整体故事看起来 真的是特别轻松 姐姐系列 妹妹系列 哥哥系列 弟弟系列 全部都有 而故事其实硬要说的话 也只有红猫一个角色 而其他角色在严格意义上 并不能算是主角 而这部动画 其实也是属于冷门作品 所以真的很希望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去看看原片 低俗有度 商业套路 也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真的是超级适合 用来放松心情时观看 但不得不吐槽 这里面的兄妹姐弟 一直都有着 让人想组CP的冲动 不知道各位看完后 最喜欢哪个超纹里 最喜欢哪个角色 是因为大人的我 当然是全都要 但如果只能选一个的话 那我就勉为其难地 选粉毛吧 我是少年 因为明年又可爱的 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一定要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 点赞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 请不吝点赞转发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